大家好 那现在华尔街瞄上印度了 有可能是下一个委内日拉 现在印度人准备用人民币结算自己的贸易了 那这个我觉得跟大家值得聊 疫情呢 现在大量的在印度蔓延 不断冲击印度的经济 雪上加霜是什么呢 这些华尔街之狼啊 闻到这个血腥味了 他们正盯着印度市场准备做空 哪国家是外储不足 经济稍微有动荡 就会搭配大肆的做空 之前是金巴布委内日拉 现在有可能印度就成为最弱的一支 然后变成了下一个委内日拉 加拿大这个皇家银行 他说借贷能力有限的经济体受冲击风险是比较大的 印度就是最明显的 现在是这个马群中最弱的很有可能就被这些恶狼吃掉 这个资本大哥罗杰斯也发出了狙击印度经济的号令 他说2014年之后在印度就没有任何投资 有分析人员 现在华尔街做空印度就差一个信号了 对于印度经济现在深陷美元债务黑洞 还有这个经贸中的就各种举措 这个罗杰斯有批评 现在包括各州帮在内的债务 印度公共债务达到了1.17万亿美元 而印度外汇储备只有5,350亿美元 看来这个明显是一个漏洞 所以债务总额占外出的245% MF数据也显示印度是所有新兴市场中债务率最高的国家 2020年财政 印度一般的政府债务已经积升到占GDP的69.3% 公认的现在是65.65 它这个警戒值 它是69.3% 是三年来最高水平 所以国际评级机构已经下调了印度的评级 应该是负面了 所以表示印度信用评级 就类似相比债务水平是明显是高企的国家 印度二季度2020年第二季度创下了23.9%的下调级 负的23.9% 英国的经济学生杂志也分析认为 现在印度经济处于25年来最紧迫的境地 意味着印度经济将面临倒退25到30年的风险 为什么这么多年被西方媒体杜金的亚洲奇迹印度如此不堪一击 很多人认为是印度经济过去许多年 7%以上的高增长数据存在造假嫌疑 曾经担任MF的经济学家拉战就表示 他知道印度统计数字是什么 需要弄清楚印度经济真正增长率是多少 我知道印度一位部长说过 我们怎么能以7%数字增长呢 有一种可能性是印度的实际增长率不是7% 印度自己的部长都不相信自己是7% 按人均计算印度的GDP总值是印度 北内沙拉的GDP总值是印度的7倍还多 那印度下一个是不是下一个北内沙拉呢 希望不要超过30年 美国相关的媒体不久前就报道 印度经济走向ICU 前印度经济顾问警告说 印度经济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金融困难 他认为印度经济朝着ICU卖界 应该是不久就会完蛋 但幕后推手呢 这个印度经济脆弱的幕后推手 现在变得很清晰了 核心正洁就是印度人 一些人想要与华尔街做利益交换 那这是给了华尔街做空印度市场的机会 记住这个一定是摧毁这个堡垒 一定是从内部 一定是内部有一帮叛徒 我觉得这就是像当年这个亚洲金融危机 日本的金融危机 韩国一样 他又都有一部分内部的利益集团 要与外部华尔街勾结 中国就不用说了 房地产对吧 炒楼子把这个资产炒高 最后卷布盖角跑到华尔街 所以中国中央也是明令禁止炒楼嘛 现在就这帮利益集团与华尔街做勾结 印度也是啊 就是印度的一些人想与华尔街集团做利益交换 给了华尔街做空印度的机会 因为这些筹码是谁的 他想做空 首先得有筹码才能做空啊 对吧 你做空你懂啊 你得有筹码 筹码谁给他呢 那就是印度这帮想要跟华尔街勾结的利益集团嘛 华尔街背后是美联储 对吧 也如很多人说的 美联储的货币向来是拿最脆弱的经济体开刀的 就是一群野生羚羊渡河 那最弱的那个一定是被挑下来的 所以深陷新冠病毒困境中的印度小羚羊 很可能就是金融大鳄的下一个美餐啊 这收割财富风险啊 现在是看的是最现实的 因为它很脆弱啊 现在事情进展就是路透社说呢 印度经济正在持续的减速 很有可能走向金融危机 目前的印度工业生产增长是时间最弱 信用商业信心指数也处于自由落体状态 08年以来最弱 也有分析认为正是印度的经济 认清方向时刻 美元资本并不那么可靠 有人关心会有相关的印度的资本家 与华尔街合作 我觉得这是再清楚不过了 一定是内部的人与他们合作 美国呢 前不久啊 将印度列入汇率操纵国名单 至于深陷这个大流行危机中的印度啊 高富外债 低外储这个印度 就当头一棒了 就是汇率操纵国 就是你明显就是 以后再无法再借美元了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 印度啊 这个俄罗斯啊 认为俄罗斯与印度的出口 三分之二是用卢布支付 就表明了印度啊 已经开始去美元化了 印度开始正式的向美元亮剑 我不是借你美元了 我开始用俄罗斯卢布来支付 更加意外的是什么呢 稍早前美元限制伊朗的石油交易以后呢 印度又通过私密的渠道 使用卢比啊 与伊朗进行交付啊 支付系统支付了十亿桶的伊朗进口原油 这也就是印度向美元亮剑的另一个信号 印度现在很倔强 这个人很倔强 还有印度经济还在关键时刻想到了人币啊 印度的报纸叫MINT 输入前就报道说呢 印度正在研究同中国说明贸易中采用人币结算 那么印度的经济在关键时刻想到人币 我觉得也看出了什么呢 已经踏到了最威望时刻了 现在印度已经被资本大额钉上了 领阳中身体最弱那个 渡河的时候身体最弱那个 现在全世界吧 你可以放眼光去啊 足够个头大 对吧 个头足够大 足够肥美 然后呢 还有内部啊 一群小蛛虫们 以外部勾结 这帮人还随时可以把资产抽走 没有这个管控的平台 国家管理弱 而且这个 全世界来看 除了土耳其和印度 再有别的了 土耳其的体量和印度完全不一个等级 那你说华尔街 他这个鳄鱼啊 会咬谁呢 我觉得傻子都明白 要咬印度吧 对吧 因为他够大呀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印度这条命啊 我觉得很悬了 很有可能啊 他就是下一个啊 被这些秃鹫啊 被这些鳄鱼吃掉的下一个猎物 在印度的华人要 把印度这个资产 想办法尽快的转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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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